盘点不同时期的拉贡 第一位登场于奥特Q 奥特Q中的拉贡的身高与人类差不多 初代拉贡没有恶意 来到地面是因为 自己的弹被人类意外捕捉 导致拉贡不得不上岸 寻找自己的孩子 还好最后孩子被找回了 第二位拉贡登场于初代奥特曼TV剧中 初代奥特曼中的拉贡 受到了原子弹的辐射后 身体变得十分巨大 性格也变得异常暴躁 刚出场就袭击了一艘游轮 第三位拉贡登场于银河奥特曼中 银河中的拉贡是千草妒忌美龄变成的 因为妒忌美龄 千草把目标瞄准美龄 在快要接近时 广播中出现了千草偶像的音乐 银河看准时机使出净化光线 将千草恢复成本来的样子 第四位登场于欧TV剧中 欧部中的拉贡是一对母子 这对母子拉贡生性非常善良 同时母子拉贡与卖鱼店的老板关系非常好 每当夜晚下班卖鱼店的老板 都会拿出剩下的产品给拉贡母子享用 就这样 拉贡母子和卖鱼店的老板 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 第五位拉贡登场于银河格斗新生代英雄中 这次的拉贡非常悲催 在水之行新利库尔塔 遭到了冷冻怪兽佩吉拉的袭击 好在有利不特救场 才化解了这次危机